由高空虎陷鏡頭下的台北自由廣場 來自全台各地5,200位法輪功學員 井賢有罪感 慢慢走入排治區 在疫情下更是做好防疫措施 以近2小時 集體排出一幅巨型圖像 路過的民眾都紛紛拿起手機 記錄下這個壯觀的一刻 人的心靈我覺得很壯觀 因為我第一次看到 重規重矩的都是真相的 仰望天空 還能看到閃耀著七彩光芒的日雲奇景 今年是法輪功紅全世界29週年 1992年 由創始人李洪志先生傳出 教導修煉者 按照真、善、忍的原則、修心性 做一個更好的人 學員帶著感恩的心 祝賀創始人李洪志先生70歲華丹 我希望能夠改善其他人 所以我把自己的心 從判斷其他人 以為幫助社會變得更好的人 一改以前過去 因為拋在名利情裡面 所以修真善忍之後 這個部分就會重新的向內找 然後就找到自己的一些執著 放下之後 整個內心就是非常的開闊 所以從中獲益很多 不過遺憾的是 時任中共黨魁江澤民 由1999年開始 發動對法輪功名譽上搞臭 經濟上截斷 肉體上消滅的政策 殘酷鎮壓 20多年過去了 法輪功學員 仍然頂著壓力 意志堅定 向民眾講清真相 無據中共打壓 法輪功學員堅持信仰 走好每一步 透過各種方式 向民眾展現修煉的美好 我記得要注意到 在你的法輪功課